張宇華院長在24號的記者會 在10點或11點左右召開記者會 對外除了抹黑這些是有計畫的暴力行為之外 他同時宣稱當時總共107位受傷 55位是民眾52位是警察 對不對那給社會大眾錯認一種事實就是說 一種印象認為說警察受傷的人數跟民眾受傷的一個人數是一樣 受傷程度打給互有推擠這個就是我們報告裡面所提的 我就調了這個你們警政署提供給我 有關這些受傷員警的所有的119位的名單 這個是在24號的11點 江院長特別提到說 他特別問了衛福部 總共有110位的受傷 你知道你們提供的這個部分 去醫院就醫的部分有幾位你知道嗎 我告訴你 這份資料等一下我會提供給媒體朋友 名字我當然各自我會遮起來 當時江院長開記者會的時候啊 只有13位遠景就醫 其他都是上位就醫 其他都是上位就醫 骨折的 都是小小指頭骨折 腳踝骨折 或者是兩個腳踝骨折 總共啊 有4位骨折 都是小的骨折 閉鎖性的骨折 不是開放性的骨折 結果你們江院長竟然對外宣稱 有52位遠景受傷 其他全部是挫傷 或者是割傷 或者是不小心擦傷 你對比剛剛我們看到這些民眾 回到剛剛幾張那些民眾 頭破血流 我們的江院長 在記者會的時候講到說 他希望這些學生啊 能夠重新 沒有意圖的 甚至免責 所以他希望能夠重新處理 在追訴在一個刑事責任追訴的時候 能夠重新 江院長有沒有打電話給你 有沒有打電話給法務部說要重新 有沒有 剛剛委員是講我的話 是絕對沒有 那有沒有跟法務部講 蛤 你說不行 個案不行 那江院長有沒有打電話 他那個 如果是照委員剛剛的說法的話 他應該是一個 呼籲是一個建議 他不是指示 那建議 那委員就不是建議 蛤 這個是建議 江院長說他會協調法務部 重新 或者無意圖甚至免責 那你們現在的政策 法務部的政策是不是這樣 你知不知道啦 有沒有接到指示啦 我們沒有接到指示 你沒有接到指示嘛 所以江院長 隨便講一講 說什麼學生免責 結果呢 你們剛好相反 魏洋 跟幾位學生 六條罪名 你們還生壓欸 你們還生壓 這個叫做重新 這個叫無意圖甚至免責 魏洋還是 當天還在清華大學上課 臨時 八點多才趕到行政院 你們把他列為鎖謀 要把他生壓 師長 師長 請你回答 這個是檢察官他跟其他調查的結論 來認為說有生壓的必要 你的意思是在指控江院長是在演戲囉 虛偽的那種演得好像真的一樣 齁 阿爹啊 學生啊 我都很照顧 阿爹要重新 看了就酷學 虛偽之舉 就是戳破江易化那種虛偽的面具